好 我們都知道馬路如虎口 繼續要來看的是 臺中市最危險的路段 就在松竹路跟北屯路交匯的T次行路口 光是上半年當地就發生了 五十六件的大小車禍 高架橋的橋墩 基座這塊三十公分高的安全島 當地人說這簡直就是 設在馬路上的大陷阱 位在臺中市的松竹路 和北屯路的交匯口 橋墩下這座安全島 原先設計是為了保護橋墩 不過剛好就會在轉彎處 白天就有不少準備左轉的車子 差點撞上安全島 居民說到了晚上 事先不明加上路況不熟 常常因為這座安全島翻車 居民說光是上一週就有三起 其中一部汽車來因此的翻覆 看看斑駁的水泥塊 和殘留的油漬就知道車禍還真不少 不過看看周邊原本的反光標誌 卻因為風吹雨淋損毀或是被偷走 已經一個都不剩 市府經過會堪 準備加裝安全裝置提醒駕駛人 如果駕駛人他不爭先 不搶到 他依照我們所畫的這些標線的 所規範的車道去行走的話 其實他的安全上是沒有 沒有任何的顧慮的 而中廣文新路口 同樣名列最危險的路口 因為交通流量大 加上捷運施工 車草容易在這裡打劫 除了機車騎士搶快逆向 腳踏車也在重重車陣逆向穿梭 而汽車也不守規矩 直接就從快車道就想右轉 後方不僅因此毀堵 還有好幾部車差點殺不住 這裡還有人直接穿越快車道 看來行的安全 除了得加強警示之外 民眾還得加強手法觀念才是根本 記者林介生 賴士傑 台中報導